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仲怡婷 歡迎鄉親早來關心7月30日,第一段消息 今年第一波熱帶勞動,以及8月離合在最近台灣 可能住來大量的貨水 所以在這波氣流來搞進行 婦人關注注禮息,嚇到經濟部水旅室護輸隊做花瓶 整個好不一定兵和提供地來實在放進設備 第一次可能住來驚人的貨水量提早做好準備 港街營水的風險,也保護鄉親的死命安全 有料影響今年第一波的熱帶勞動,在8月離合就往台灣客人 而且高級的降下人的發揮 歡迎館長長來先,嚇到經濟部水旅室護輸隊做花瓶 以及水旅室跟小鳳局長 整個好不容易兵和提供地,十多風險設備 最近我們氣象局顯示在南海地區 它有一些熱帶負壓的產生 會有一股很強烈的西南氣流 預估大概是在8月初 8月2號、3號、4號左右 對台灣會造成一個威脅 所以雨量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昨天在水旅室已經有召開過 這個視訊防汛的會議 大家要提高準備做好防汛的措施 那我們也希望各個縣市政府 大家也能夠一樣完成這個整備 將我們整個抽水機 將整個防汛設施的投散力都能百分之百 歡迎管政府最理促進口紅撲標時 在這幾天到一種管理的風吹設備 精準和好適 希望更加淫水的風險 在縣府的水利防災的提前準備公眾報告就是 整個防洪設施包括抽水站水沾門的巡檢加強 另外移動四周危機也加強了再去測試 它的功能性有沒有正常 另外滯洪池也會提早應應去做相關的一個防洪的排水 降到低水位有更大的蓄積能量 提早做好準備 以控制飲水是可能造成的問題 歡迎管長 長 雷神 雅虎 民眾 從這部氣流來進行 家裡趕緊做好排水的清理 比較沒有主身的安全 我們8月2號 3號 4號 有可能會有西南氣流來 那可能會有強降雨 那如果我們的鄉親 在你的住家環境有一些小水溝 希望大家都能夠稍微做一些清理 那有一些堆積物也稍微做一些整理 那當然我們的無論是氣窗 或是家裡有沒有漏水的情況 這些部分大概都要先做事先的防範 那當然這個時候也 如果遇到這樣的一個強降雨 盡量也減少出門 因為這段熱帶勞動可能會帶來不少的好水 提早做好風順的工作 同樣做大水的可能 也能夠讓大家更安心 現在立刻在草原報道